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谈谈群联本身好了 群联其实在业界被很多人谈为是 所谓的幸福企业 即便早期初期 你们创业真的是太辛苦 就在那个小小办公室里头 但是后来稍微有一点成绩了 你们集资买了三千坪的绿地 这块绿地不是要拿来盖厂房做什么用 你是让你的员工可以享受一下农耕生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当初搬的地方叫竹南 我搬过去来知道竹南在苗地不在新竹 那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工程师 然后发现那边农地很便宜 想说工程师每天上班下班 想说买块农地给他们种种菜 过一点不同的生活 那这块地到现在为止都农夫在种 变成农夫在种 农夫在种 但是菜是分给公司业工 每个礼拜五让想要菜的自己去收割 至少可以感受一下田园的生活 这有没有像是你一种回忆家乡的一种情怀 因为以前小时候种菜的 那十二年前你写了这一本书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预告 你说我们原本就已经走了一条很不容易的路 接下来路会更难走 但是你相信会长长久久的下去 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感人 你说我们今天会成功 并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是因为我们昨天做了很多事 我们够努力 那接下来展望 接下来下一个十年 你有什么样的继续 从创业的第一天 我不相信群牛有今天 十几年前写这本书 我也不认为群牛有今天 可是今天看以后呢 我有很大的把握相信群牛电子会是唯一那一家 具备这么多资源来做这个事的 过去我也被问到说 这个到底什么叫成功吗 我也不觉得我们很成功 每天还是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截到今天为止呢 表现还好的话 就是今天以前把每件该做好的事 都把它做好 该做对的事 基本上都做对 就算做错了 我们也把它很快地改正过来 才能够走到今天这条道路上 可是呢 往后的挑战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每一个明天对我来讲 都是我没有异过的 昨天我知道了 明天会怎么样我不晓得 所以我们要更战战兢兢 努力把事情做好 OK 好 谢谢潘总 其实你刚刚讲了 我也要补充一下 身为跑财经的记者 我也没有觉得群联每一步 走得很顺遂 的确你们都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非常用心地在走每一步 我们也谢谢您祝福群联 谢谢 谢谢佳玲 谢谢 好 决策者我们下周见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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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